首先欢迎篮角拳手孙芮 孙芮 孙芮不仅有着超级有形的筋肉线条 大力三尊的名声也是远近闻名 徒手白榴脸 徒手扛人都不再来 在话下期待大力三哥孙芮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欢迎红角拳手乃万 乃万墨游戏专业出身的他 右手臂力惊人 单手举起七八斤的墨 轻轻松松 是教练口中意志力过分顽强的 拳击小天才乃万将用拳动证明 没有一个键盘可以挑碎 乃万的坏拳 欢迎乃万 气势起来了 重拳出击 两位拳手还需要做一些赛前的准备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 抬财 李维颖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准备好了吗 对战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第三场女子拳击比赛 由于体重女子只有一个级别 所以选手的体重重一些的 会更加有优势 乃万也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把自己的体重跟对手达成了一致 注意不要击打后脑 不要头撞 不要击打腰部以下 听我的口令注意安全 碰拳套 好 今天红色护头和红色拳套的就是乃万 那蓝色护头和蓝色拳套的是孙瑞 因为看女生比赛好紧张 我给看紧张 我们看两位选手一上来以后 选择同样的报价 估在自己的前额位置 这样是打内线的选手的开始 我们看到孙瑞的后手拳击中了乃万 对乃万造成了位移 而且乃万有点失去平衡 乃万冲过来以后 孙瑞再次命中 孙瑞非常漂亮 乃万在这一段时间连续训练 我们看他的效果 能够带来多好的成就 面对孙瑞狂暴地打击 乃万选择了后队 但是在游走中 还在找寻着机会 在面对乃万的进攻之后 孙瑞选择了连续的进攻 攻击了乃万在鼻梁和头盔之间的扣心 我们看到孙瑞的拳的命中率 非常的高 虽然拳并不重 但是连续的重击 特别是后手拳的单一重击 对乃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孙瑞现在占据着点数的绝对优势 孙瑞的一个漂亮的后手拳 击中了乃万 孙瑞这一次的拉长弓的对战 对于乃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孙瑞并无示弱开始反击 拳台上的时候 选择有更多冷静的游走 非常有可能为自己带来下一次进攻 但是没有 孙瑞再次进攻 这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单方面的打击秀 乃万到目前为止的打击点数 屈指可数 而孙瑞已经获得了非常不错的点数打击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两位选手没有什么进攻意图 还在审视对方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孙瑞采取了上来就先发制人的打击方式 而且也上来就找到了自己的打击距离 在第一回合的整场比赛里 孙瑞是以较大点数领先于乃万的 其实对于乃万来讲 把两个手抱起来就可以控制到对方很多个前后手的赢击 在第一回合中明显表现更好的是孙瑞 所以第二回合对于乃万来讲是一个压力更大的回合 我不能已经靠这种围组了 你必须要把后面两个手拿下来 主动压上角度打击 不能再移动 主动感 压上角度 我想打头肚子 因为他不是肚子 不是肚子 打肚子也打头也好 要往前走 不要往后退 我就不抓是吧 好累 我抓他很累 我打不累 你可以卡住他 你不一定要跟着他跑 加油 比赛 第二回合开始 好了 下面来到了我们比赛的第二回合 加油 上来以后的连续后手拳 但是乃万没有放开 漂亮 连续的打击 打腰部 好 漂亮 连续的打击 乃万把力了 跟对方进行白任战 乃万退了 孙瑞还是选择了去皮防守 乃万引起后手的轮摆滚肩的摆拳 把所有的力量击中到了孙瑞的身上 漂亮 右侧侧向的摇闪之后的后手直拳 这一次孙瑞没有打中乃万 在后侧的右后楼闪 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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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万的后手拳 再一次 这一回合的乃万更加强势一些 相对于前面游走的乃万 这一回合乃万要跟对方打对攻了 这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面对孙瑞后手拳的重击 现在乃万只要把手抱起来 做区别防守就可以防住 而乃万选择了前手前冲 手刀在对攻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乃万是用了自己后手的轮摆拳 而孙瑞选择了前手去试担距离 后手的直拳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看到吗 要提醒他在主动进攻 乃万终于觉醒了 但是孙瑞的这一套连续的拳法 虽然不中 很清晰并且准确地克制了乃万的进攻 在擂台上 有的时候你退到后面就已经输了 而乃万没有选择防守 选择了连续的重击 根据我们拳棋的判定规则 如果点数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重击可能会作为拳手的判定标准 孙瑞的后手拳的直线非常的准确 而乃万选择了轮摆拳 双方在互换的情况下 孙瑞命中对手的机会更大一些 在第二回合一上来 乃万选择了用后手拳 面对对手量更大的进攻 用置换量 这是乃万第二回合的战术 乃万在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 没有选择防守 是以攻带攻 而孙瑞在抓住了一次连续进攻以后 我们看连续的打击 命中乃万 前两个回合 乃万的出拳数没有对方多 而且被命中了更多的拳数 对于乃万来讲 第三回合要把所有的体能打完 才有可能拿下比赛 加油 第二回合乃万就发力了 就变突然很强大 他不是那个小小的乃万 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女拳手的感觉 孙瑞必展场 这不就是林丹打抱春来的方法吗 一低头就进来 要近身 近身哪 各种毛里钻 这回合乃万要拼啊 裹一把 腿有点弱 走走走走走走 坐直坐直坐直 鼻子谢谢 多生不失 我不累 不累吗 必须要拼了 最后一个问题 即使被抗也要被 必须要拼 我们不能怂知道吗 这一个人 你的重拳 重拳打我的重拳 反过一下卡路打针 知道吗 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忧续了 不能再往后退了 一分钟很快 你能打重拳不是最好 眼神坚定一点 最后必须拼了 不拼就没机会了 只要你把所有的体能拼出来 敢主动压上去 你就赢了 就最后一个回合了 好了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握手 最后一回合 最后一回合 迪文盈老师还是让两位选手 先碰一下拳套 缓解一下这个剑拔弩张的气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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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最后一个回合 乃万这一回合 没有什么后退的余地了 这一回合就要跟对方拼 乃万在打击到对手的同时 也中了不少拳 孙任还是选择了 我们看 抱架抱得很稳 前后手打击乃万反击 漂亮 相对于前两回合 乃万漂亮 右手的摆拳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的耐力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双方到了第三回合 仍然有很高质量的对空 而且乃万的这次轮摆拳 漂亮 这一次的轮摆拳 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并且也打出了对手的气势 双方就像被点燃的两个火药桶 在互相对战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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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万再次的移动 好 前手拳 我们看到乃万用左手支肘 支在孙任的镜下 而用右手去击打孙任的腹部 这是Dirty boxing 非常典型经典的战术 这个比赛的动作是会被警告 但不会被压点的 乃万 红角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乃万顶告了 不可以支肘 伸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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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管 伸呼吸 比赛要最后的三十秒了 而乃万这个时候需要扭转战局 他需要更多的重局 更多的有效进攻 而对于孙锐来讲 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于自己非常的有力 只要能够求稳 这场比赛孙锐就可能拿下 好 乃万带着自己的斗志 站到了擂台的中央 跟孙锐互相的对攻 孙锐依然是前手来试探距离 后手直拳的压制 而作为乃万来讲 后手的轮板前并没有发挥出 可以发挥的空间 面对乃万的猛烈进攻 孙锐能否守住两轮的优势 而乃万的逆风翻弹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双方已经都拼尽了全力 这才是全力以赴的擂台 我们所期望看见的乃万的后手轮板 漂亮 顾及两位选手 有请医务监督上台对双方拳手进行检查 没有特殊不舒服对吧 没事 别欺骗太厉害了 给他吸一点氧 没有特殊不舒服对吧 没有特殊不舒服对吧 这一轮不好说 不好说 其实有机会平手 应该不会打平 他会按小动作算 孙锐很冷静 他没有去强攻 也没有在乱全 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再打 那乃万 他也在有自己的节奏 但是呢 说实话是有一点点乱 如果他更冷静一些 其实也许会更好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一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三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 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篮角 一致性获胜 恭喜 我觉得9one已经很突破 因为你看她在台上很拽 其实她自己是一个非常小女生的人 就是特别爱撒娇 然后特别可爱 然后所以我刚才在全场上 就看到她咬着牙 然后其实还有几次我感受到 就是你被我打了一圈钟 但是你还拼尽全力这样上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精神 就是非常感动我 真的谢谢你 我还记得我几年前 在另一个节目上面 第一次看到奶腕的时候 她那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就挺凶的 就是她几年前的那种 可能是外表的虚张声势 但是今天的她在表现出来的 真的是里边有实实在在的一些经历 就是这个结果 其实我觉得对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这些结果 才会让你以后的作品更加的感人 谢谢 我认识奶腕也是通过别的节目认识 我心目中的她应该就像是一个强者 我觉得她有一层盔甲 在我 但是我来到这个节目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就瘦瘦弱弱 然后坐在角落 我以为她是在隐藏实力 然后她站在全台上的时候 第一次她真的非常害怕 但是我当我昨天去看到她训练的时候 我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 哇 只有25天 你变了 你不用害怕外界的声音 因为你就是最棒的自己 真的不需要听那些声音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变得更强了 会有更多人喜欢你 大家都非常支持你 听到了吗 我觉得你要有自信 你是最棒的 慢慢的你的这个盔甲会越来越强 其实大家 是不是所有人都在说 说奶腕好像有一个特别坚硬的外壳 其实奶腕那个坚硬的外壳 有的时候是为了 保护她很柔软很柔软的内心 所以奶腕 希望全力以赴过的你 可以扔掉那层外壳 因为外壳多坚硬都没用 最有用的是 你的心要强大起来 全力以赴过 感受会不一样 分享一件训练过程中的小事好吗 就是在前两天训练的时候 我的教练勇哥 他让我站在就是墙角 不让我动 不让我还手 然后他打了三个回合我 就打我让我扛打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想哭 因为真的很痛 但是我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到 比起这些疼 我更受不了 以后软弱的我自己 然后我就忍下来 然后到后来的每一天训练 其实真的很累 因为我不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因为拳击真的改变了我太多了 因为我马上要离开这儿了 所以我要对一直陪伴着我 支持我和继续喜欢我的人 我要说 今天哭完之后 我自信的奶万就又回来了 谢谢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 因为全力以赴 而重新自信起来的奶万 谢谢奶万 下去 超乎我自己的想象 应该也超乎了很多人 对我之前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 来这儿就是全力以赴 我已经做到了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 篮角拳手 季凌晨 季凌晨 蝉联明星50米游泳的 两届冠军 稳战大魔王宝座 媲美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准 期待季凌晨 释放全部的能量 这一下很像运动员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红角拳手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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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着健硕修长的四肢 拥有多年太拳的基础 深邃的曝光 无不透露出必胜的决心 接下来这场模特跨界的拳击比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两位拳手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场的比赛台材 王岭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怎么突然好紧张 你又好紧张 对战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我们为各位带来的重量级比赛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两位选手也是在我们全力以赴的 我们栏目里面 第一次出现的最重量级的两位选手 也就是重量级代表了这个项目里面的最强战力 来了来了 现在手劲都是 我也是 不要打后脑 不要打腰部以下 听我口令保护好自己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我们为各位带来的重量级比赛的第一场比赛 你看 赵莱前四拳 先发夺人 季灵晨还要控制一下节奏 来不及了 赵莱连续的重拳 季灵晨这个时候并没有盲目的防守 而选择了前冲 搂拨 这个战术是可以运用的 赵莱的拳太狠了 对 他还活不了 刚才赵莱是抢了一个先手 自己在先手中拿到了不错的点数 在我们的比赛中 以点数 有效打击和积极性 三个判定的方面 来 控制对手 放 赵莱选择的碰拳 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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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手 赵莱的前手拳的轮摆是很大的 他的攻击的命中率也不是很高 季灵晨选择了在迎击中 赵莱铺住后颈 进行上钩 季灵晨现在需要应对赵莱前后拳的直拳 老鸡根本就来不及还手 他现在主要是以防守为主 对 对 打斗 季灵晨 季灵晨在面对对手中拳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防守 而是前冲 在前冲的时候 一定要有对放尸的反击 我们看赵磊的主要节奏 就是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前后直拳的迎击 加上搂棒 裁判有警告 对于赵磊的这种 连打带搂的这个方式进行了警告 赵磊 站住以后的前后直拳 对于季灵晨来讲 已经被对方打到了后面 赵磊一锅连续的猛烈进攻 左右的直拳 连续的重击 季灵晨有点防不住了 曲弊的防守 显然不能防守对方的摆拳 裁判独秒了 我们看到赵磊的右手轮摆拳 命中了季灵晨 最强力的重拳姿态 他几个重拳都结结实实地 砸到我的下巴 还有我的头 还有我的肝上面 一下我可能就真的觉得自己要倒下 其实我眼前是一黑了 我看 我觉得太猛了 太猛了 在我们比赛的规则里面 两位选手的起平分为十 一旦被独秒一次 选手的起平分将回到八分 吉林晨明显在第一回合 面对赵磊的冲刺 没有做好准备 7 现在的吉林晨要做怎样的反击 被独秒一次以后 他的起平分现在是处在劣势的 赵磊选择了碰拳 打斧 敲响了十秒的小莫 后手拳 吉林晨漂亮 连续的反击 吉林晨的左手拳 开拢之后的右手拳 击中了赵磊 在被独秒以后的吉林晨 终于觉醒了 左右手的直拳 给自己带来了不错的应变 以及为下一回合带来了不错的铺垫 坐下 来 坐下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赵磊用自己的前后直拳 压制对手 而吉林晨刚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做好很好的防御 而选择了跟赵磊去对攻 于是更具有主动性的赵磊 拿下了更多的点数 由于刚才吉林晨被独秒一次 所以吉林晨的起平分 已经变成八分 这场比赛在吉林晨一方 需要给赵磊一次重击 明确地让裁判独秒 才有可能把比赛拿下 你觉得他们两个的体能都差不多 体能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打头已经跟体能无关了 到了第一局最后结束的时候 吉林晨找到了一点感觉 其实就看看会不会张延祺 跟夏之光那一幕重演 第三轮的时候会不会重演 小伙计 上去就直接半个下子就直接打 上锅挑大头 就打下头 他一路你就打下头 跟他换一个 他倒一路你打下头 没不吃亏了 就直接吐一下就直接打下去 你已经赢了 一个独霸不容易 你已经赢了 不要着急 就看在这儿 再少一点 看出来再大知道吧 就不用去跟他连续 就看出来一二 对 知道吧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很好 好 比赛 第二回合开始 好了 比赛的第二回合开始 那么两位选手依然是要进行进攻 赵磊 前手拳 再次刺带到对手 金灵晨现在在找着自己的正脚 赵磊突然突进的拳法 对于金灵晨来的脚步如何压得进去 才是自己要做的最重要的方式 前手刺拳 再次是赵磊进入对手 后手拳 前手拳 金灵晨连续地摆击 你看他的节奏 金灵晨在赵磊收拳的瞬间 进行了反击 而这次的进攻是有效的 我们看金灵晨 现在在读取赵磊的攻击模式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金灵晨 用双肘挡住了赵磊的进攻之后 选取了反击 非常漂亮 金灵晨抓住了赵磊的攻击模式 他能不能扭转乾坤 而赵磊现在改变了攻击模式 我们看赵磊朝向金灵晨的面部 一顿的重击 登 根据我们三个回合的判定依据 选手最多可以丢三分 而现在金灵晨已经丢了两分了 每一回合的十比九 三个回合的三十比二十七 是一个选手的 一致性判定最多能拿下的分数 登 两位选手前面的对拼过于激烈了 又抱在了一起 是不是体能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毕竟连续的输出之后的体能 有可能会出现后续不计的情况 还是来自赵磊 再次的刺拳 三次完全命中 左手右手的平攻 摆拳 摆拳 高 赵磊的反应好坏 吉令晨还是选择以攻对攻 但是在对手擅长的节奏里面 自己是不擅长的 赵磊 还要再次冲上去进行打击 两位选手都属于臂展比较长的选手 吉令晨的连续打击 赵磊进行了摇闪躲开 敲响了十秒的小木 开判选择了首饰 叫停了两位选手 让两位选手从地点站起来 我们看到季灵晨的体能 应该是比较的差了 连续进攻以后自己的效果 拳法进攻的效果 已经大打折扣 没力了 没力了 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鸡血 就是说不能被倒下 如果这样就输了 那我来这边干嘛 加油 看我 有问题吗 可以 可以 我们听到了季灵晨坚定的回答 这一句可以 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这场比赛会继续 也是告诉他自己在全力以赴的立台上 他还没有放弃 季灵晨的连续反击 结束了这一回合 两位选手真是堪称精彩 来 那么在双方的比赛中 赵磊更擅长自己的实际把控 而且今凌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我们在眼神里边看到了他的斗志 在场上的体能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受到了赵磊连续的打击之后 在第二回合并没有被对方击穿 他们听得太厉害了 就定着他连打 哪有被打 就定着他连打 正中间打 他吃这拳 他也没钱了已经 你要赢了 你要赢了 赵磊 你要赢了 最后两分钟 你只要不停地打拳 一定要主动 最后一刻会有很重要 最后一刻会有很重要 最后一刻会决定你胜负 一定要主动进攻 两位选手的体能已经都到了底线 在我们三回合的比赛里面 第三回合可能会出现两个人的分水岭 谁的意志力更坚强 才可能会拿下那场比赛的胜利 未必是打拳打得最好的那一个 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 就是因为我们总在期待他的出现 而他在关键的时候 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时候掌声和观众的支持 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加油 比赛现在要开始了 身穿一身白衣的是赵磊 黑绿相间的是纪凌晨 连续冲击 第三回合对于纪凌晨来讲 已经没有更多可退的空间了 好 好 在冲撞的过程中呢 赵磊的头盔被拽开 纪凌晨做得非常的不错 在自己连续被对手打击了两个回合以后 还可以选择如此有力的进攻 好 纪凌晨打了几个重拳 对 好 比赛继续 敏咒 再次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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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赵磊的三连击 全部打在了纪凌晨的脸上 这一次赵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不再出重拳 而出了更快的刺拳 漂亮 好 刚才的这次后手拳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后手直拳的重击 好 长刀立马 好 赵磊把后手抬起来了 也是为了防止纪凌晨的前手 赵磊非常聪明做了左侧的摇闪 右手的摆拳 在后退中被纪凌晨挤在了绳拳边上 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纪凌晨的前手拳刚刚出来 赵磊的连续进攻就破解了他的进攻 走 他们前面打三拳就抱住了 对 而且没有力气了 已经没有力气了 纪凌晨的最后一个回合 自己的这个长劲展示出来的非常好 好 可能纪凌晨突然发起进攻了 但是赵磊明显反击中 击中了纪凌晨 哇 好重的一拳 而且直切中线 这也是拳击里面最想要的中线理论 走 走 来 裁判出现口令 两位选手要分开 凌晨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纪凌晨的体能已经见底了 手搭在绳圈上 这样裁判会叫 凌晨 凌晨 而且没有力气了 已经没有力气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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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可以 可以 这是季凌晨最后一回合的医治展示力 这不仅仅是一场全赛 对于季凌晨来讲 这是他人生的另一个升华点 季凌晨还是站在了擂台上跟赵磊进行对攻 仅仅是站在这里就已经证明了他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做出了最好的自己 我们在比赛中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 后手拳 赵磊再次命中 但是季凌晨冲上来了 季凌晨已经不顾自己的距离了 现在所有的意志都是冲到对方面前跟对手硬磕 走 走 我看到我有几个纵权打到他的时候 我就想 我的机会来 我干掉他 我要翻盘 非常清晰的打击 加上自己很好的主动性 这一回合无疑是季凌晨的 两位选手给我们带来了今天开场以来第一场重量级的比赛 不仅仅堪当着作为重量级的第一位选手出战 也堪当着作为全力以赴的我们 在全力以赴我们擂台上的重量级选手的标杆 也是整个拳击选手的标杆 放着 就差点了 赵磊 可以 负责 是比分 他们已经太厉害了 对 别的比赛感觉还有 就第三回合都没降 你看 他们感觉每一回合都很急 我觉得第三回合是大家体力消耗最大的时候 那一定是意志力 你出拳的话 只能让你站在拳台上 但是你防守的话 可能拿到紧腰带 在前两回合 赵磊已经拿下了非常多的点数 特别是在第一回合是拿到了10比8的优势 但第三回合无疑是季灵晨的 在自己前腿跨步接后手直拳的 那个时间开始 这一回合就是季灵晨的回合 在正常比赛的后手和前手的连击中 在自己前压的势头里 在自己的主动性上 我们相信这一回合 季灵晨会拿到一个不错的优势 其实那个时候 你根本不会在乎结果输赢 因为他们真的 我每次比完赛都会说这个 站在台上就是英雄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七 比赛最终结果 红角一致性获胜 恭喜 季灵晨 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二位 一开始我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说有谁啊 然后后来他说有赵磊 我说啊 磊哥 我肯定打不赢他呀 但是我练拳击的时候 我的教练跟我讲 如果你真的怕 那你真的就输了 你输一辈子 你什么事情都怕 你不敢去挑战自己 不敢去战胜困难 你真的就输了 我能输给赵磊 我觉得我服 我是服 我可以被批判掉 我可以被淘汰 但是我觉得拳击的精神 不能被打败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台子上 都是胜利者 当我知道我要打比赛的时候 我就开始无比的焦虑 忐忑 我就每天晚上在想不能输 到了昨天来的时候 我才觉得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站在这儿 完成一次男人该站在的舞台 对 这就是权力以赴了我 哎呀 好有爱啊 他们两个是真的 内心 而不是情是抱一抱的 对 他们彼此是有爱的 感谢金凌晨付出的努力 谢谢金凌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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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就输了 任何理由都是弄服的表现 三 三 一 裁判独秒了 一 二 当时第一场的时候就觉得 如这样就输了 六 那我来这边干嘛 七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被倒下 怎么样 可以 真的 真的 没问题 可以 弱弱的人是不能练拳机的 所以当时我就咬牙坚持下来 我觉得就是今天自己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东西吧 把自己心里那份勇气 同感果断都给表现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很酷